男人在地上刨出来两具新鲜的尸体 看起来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天半 仔细一看是一男一女 正是他们失踪了几天的同伴 他们立刻意识到了这里可能有危险 不敢停留赶紧选择离开 果不其然 他们没走多远后就出现了几名雇佣兵 好在詹姆斯三人及时躲在了一旁茂密的草丛里 这些雇佣兵正是之前袭击社区的那一群 没想到在被那诡异黑烟袭击后 已经只剩下这么几个了 那个雇佣兵队长大卫也还活着 只不过还带着两名伤员 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又像是在躲避什么危险 不过看得出是十分狼狈地从社区里逃了出来 当大卫带着雇佣兵队伍离开一段时间后 詹姆斯三人才赶出来 看来之前那两具被埋在地上的尸体 应该就是这群雇佣兵干的 由于回营地的距离还很远 晚上他们只能升起一个火堆在森林中过夜 熟睡中的克莱尔突然醒了过来 他竟然看到自己的父亲站在面前 而且还正抱着他的孩子 这一幕让克莱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天亮后 詹姆斯醒来才发现没有了克莱尔的踪影 连同婴儿也一起不见了 麦尔斯解释说是克莱尔的父亲来接他走的 所以自己没有阻止 这话听得詹姆斯一脸猛逼 因为在几十个幸存者队伍中 根本就没有克莱尔的父亲 鬼知道昨天晚上到底是谁带走了克莱尔 不久前查理为了大家能够有获救的希望壮烈牺牲 而查理最在意的克莱尔便没人可以保护了 此时詹姆斯自然有着保护克莱尔的责任 麦尔斯则是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昨天可是詹姆斯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的 就在这时 一阵婴儿的哭啼声响起 詹姆斯立刻拿起枪 焦急地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跑去 很快就看到了被放在草垛上的孩子 可附近却没有看到克莱尔的踪影 而另一边和詹姆斯他们分开后的洛克三人 正在森林中寻找着那个神秘小木屋的位置 现在洛克和本杰明都认为 只有先找到木屋里的那个神秘人 才能知道解决这次危机的办法 就是本杰明所说的 一直给自己下达任务的那个神秘人雅各布 只不过那个木屋的位置似乎并不是固定的 这次即便是本杰明也找不到了 三人站在漆黑的森林中一时间不知道往哪走 洛克沉思了两秒半后 决定不走了就留在这里扎营过夜 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一大早洛克是率先醒来的 因为他听到了一阵砍树的声音 看了看还在熟睡中的另外两名队友 洛克好奇地爬起身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